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冰冷 脸色苍白 声音很微弱 容易腹泻 容易疲倦 这时候更不应该像夏天一样 一味贪凉 而应该多吃一点 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保持温热的食物 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三种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养生的温热食材 以及它们独特的吃法 我们节目中还要示范一道 连外国人都叫好的冠军菜色 所以要健康就别走开哦 马上介绍现场来宾 美食家梁又祥 从小跟着父亲做酒酿 秋冬吃了酒酿 让你非常嗨 中医师罗明宇 用当令暖身食材储处备秋冬能量 酒酿专家龚永涵 人称酒酿教母 分享让罩杯升级的秘技 升级饮食专家王明勇 冰箱里一定会有吃的点滴 迅速补充身体能量 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气候真的开始 一阵的两次一阵 特别觉得那种冷底的人 很需要在这个季节暖身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我一般来说就做韩性体质啊 我们再来说冰棒人 现在又叫做冰棒人 我以前是 现在还好不是 就是脸色白啦 比较瘦啦 喜欢喝热饮啦 声音比较低啦 然后小便比较频繁啦 然后特别怕冷啦 容易腹泻 容易疲倦啦 特别是手脚呢 周年都冷冰冰 所以这些人到了现在就开始赞亚啦 因为呢 其实他们说秋天我们会照啦 会这个或者甚至呼吸系统变干啦 或者会觉得寒冷啊 都是血液循环减少 气温降低所引起来的 是啊 所以叫做气血阴阳的失衡 就你身体的一些阳气不足 尤其是消化机能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已经先天不足 或者后天失调 我们都还可以想办法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好食材 能够温热身体的 听说你家就很喜欢对不对 我从小看这个我就很有感觉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小学大概三年级 每年升起的时候 我就校长在上面讲话 以前那时候升完期 校长讲话讲很久 我就哈在下面一直笑 连校了一个礼拜 这老师看我一上课又好了 就觉得发现我可能有神经病 就来个家庭访问到我家 我爸妈说他早上出去也好好的 在家也乖乖的 后来隔天早上我爸发现了 叫我去发债 为什么 因为我爸做了八坛的酒量 我就每天又来一瓶 哇 甜甜散散 太好吃了 又来一瓶 可是为什么会笑 因为喝醉了 里面有酒 其实应该 营养的角度来看 其实那个梁老师 不一定是喝醉 因为你知道酒量发酵之后 它除了一部分的酒 一点点酒精 它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糖化 所以糖会让我们的血清素 就是快乐的喝 很开 快乐喝 我们的血清素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酒量教模 听说你们家做酒量有26年了 对 我们家做酒量有26年的时间了 那像刚刚讲的这个酒量 其实早上来吃酒量是非常好的 那因为现在的人 他比较少吃酒量 那可能对这个酒味会比较怕一点 其实我们都希望教大家 就是说你酒量刚发好的时候 就把它冷冻起来 冰起来 那孩子就可以吃了 那孩子就不会上学的时候 笑嘻嘻的 听说你家女儿从小就吃酒量 而且吃了以后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身材非常的丰满 是的 是的 听说酒量可以促进胸部的发育是吗 没有错 像我女儿的话 因为真的是身材比较好一点 她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她就每天是心情很不好 因为大家会笑她 可是等到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大家都羡慕她了 所以这个食材真的能够暖身吗 请大家都有一个 是 好 请写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看 明游老师写得很快 我写得很快 对 我写最简单二药 叫做吃的点滴 真的 很多人说其实酒量 因为它是个发酵食物 像我也常研究一些 长寿村的饮食 我发现发酵食物是一个关键点 那为什么叫吃的点滴 就是它可以很迅速的补充能量 比较容易消化吸收 对 它等于应该是说叫预消化 预言已经消化过了 对 所以长寿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老人家牙口不好 吃东西都不好消化 所以牙口不好 你要长寿可能会比较困难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 他们老人家 我去观察 他们几乎都会自己做 叫做甜酒 也叫干酒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长寿的比例 真的也比较高 好 来来来 我们的梁又祥 其实对我来讲 因为这么多营养专家 我就不讲原理 但是我一直觉得 酒量从小对我来讲 是一个卵心的事情 因为我到现在看的酒量 我还感动 因为我从小我爸爸自己做 自己做那种感觉 到现在还有那种回荡 所以因为父爱 我觉得这种 有时候在家里面 自己做一些什么给孩子 是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功课 不仅妈妈要做 现在更重要爸爸也要做 而且妈妈不要随便做 都让爸爸做最好 来我们的酒娘教母 来来来 你觉得酒娘的好处是什么 酒娘真的有哪些好处 酒娘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个 我就是呼应王老师 他这边的 就是他是吃得点低 所以他其实 他为什么是吃得点低 因为他的分子是非常小的 他营养很丰富 所以他很容易 人体很容易吸收 他就是会有很多的活性菌 有发酵食物的好处 然后呢 还有蛋白质 可以分解成我们必须的氨基酸 对不对 还有很丰富的一些矿物质 对不对 对 而且如果说我们平常只吃糯米饭的话 你可能肚子还会觉得脏脏的 但是你吃酒娘为什么能够那么好 最主要是取菌 已经把这个糯米消化吸收过一次了 那我们直接吸收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就是说身体比较辛苦一点 还要经过吸收 然后还要看你的消化能力好不好这样子 听说你爸爸好像吃了那个这个酒娘 对他特别好吃 是的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学意识检验的 那我父亲常常老是腿会肿 对 我都很害怕 万一他的肾脏有问题怎么办 我常把他抓去做检查 可是怎么检查都是正常的 我就觉得很担心 爸爸都会跟我说 不用担心 我吃吃酒娘就好了 我想哪有这么神奇的 可是他真的吃吃酒娘就好了 原来因为父亲其实他不是肾脏的问题 他是因为脚气病 然后他却发维他命B1 只要把这个营养素补足了 然后容易吸收补足了就好了 是 来我们中医怎么看 第一个他说健脾暖胃 是 对你吃他前面会很软活 身体软乎乎的 那你夏天吃的时候 他也有清凉消暑的作用 所以一年四季皆宜 他不是很造性的东西 是 那第二个他可以益气阳血 像刚刚咬很多碳水化物 氨基酸一些微量元素 给我们身体很多能量 那大概就是温筋散寒 你的身体的微循环会比较好 舒筋通弱 你发现手脚冰冷的人 或者是属于虚寒性胃痛的人 有时候天气一变化 就肚子闷闷脏脏的 这种属于胃痛也好 手脚冰冷也好 甚至属于虚寒性的月筋不调 他这个叫温筋散寒的作用 所以在他就总结就是这个 延年益寿 延年益寿 而且刚刚说 因为他能补脾胃 所以刚好那个脾胃呢 都经过我们的胸前 所以对胸腹发育有点帮助 他有天然荷尔蒙嘛 他有天然荷尔蒙 我家上是唯一有的一罐酒酿 我有太太说你那时候干嘛用 他说我们不是生老二吗 女儿嘛 然后就是很多女中医师都在传说 吃这个酒酿 对他这个乳腺啊 这个丰满啊 顺便产后的调理 还有丰满还有养盐 都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对 他们说千万不要打退奶针 因为打退奶针以后呢 乳房会萎缩 然后他们都是说 可以如果是吃酒酿的话 很多的产后的妇女呢 反而能够升级 那很神奇 可惜我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要做出好的酒酿 有哪些要素 它最主要的原料 麴米水 就像这个 这三样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我们要有这个 优良的麴 这个麴菌非常重要 它除了酵母菌以外 它还有糖化菌 所以为什么它会甜甜的 那这个 它第一个阶段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麴 它先把这个淀粉 先分解成葡萄糖了 那有一点非常好的是 因为说我们的脑部 唯一使用的糖 就是葡萄糖 那你早上吃酒酿的话 其实精神也会好 头脑也会比较清晰一点 所以它是利用麴菌 然后再来的那个酵母菌呢 它会把这个糖作用掉 但是它作用的很少 但是酵母菌的好处 它会产生很好的香味 所以真的一个好的麴 会让我们做出来的酒酿 是非常有香气的 那如果说你用单一的菌种的话 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单一菌种 那常常会觉得 这个酒酿很好吃 很甜 那小孩子也可以吃 因为他们有酒味 不像我们原本眷村 喜欢吃的这个香气很重 酒味很重的 那这个虽然是这样子 很适合现在孩子吃 可是它没有香味 因为现在有两种说法 有的人就说 哎呀我都喜欢去外面 买一只酒酿 是因为做很麻烦嘛 包括像梁又翔 现在都不做了 可是也有人说 他觉得要自己做的酒酿才好 所以你现在呢 也在尽量的发扬酒酿文化 我看你还到好多大专业 去教大家怎么做酒酿 对没有错 为了就是说要推往这个酒酿 希望让年轻的人知道 其实它不是很老古董的东西 它是其实是非常养生 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现在非常时髦的 对那不但就是为了 为了要这个让大家知道 怎么吃还要知道怎么做 对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有好的米 对不对 那我们找用凉的米以后 我们就先洗米 然后我们再来做浸泡的动作 那浸泡这个米的话呢 要泡多久呢 大概就是六到八个小时 泡这么久 对依照天气的不同 我们泡的时间也会不同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需要再次的清洗 然后比较不会就是说 有泡过不好的味道这样子 然后再来要把它瀝干了 瀝干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蒸米 把生米煮成熟米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 因为它温度很高 所以你不能够直接这样子去拌 那我们就要把它淋水冲凉 淋水冲凉的动作以后呢 我们再开始来拌球 那可以用风冷的吗 可以 其实在卷窗里面 有的妈妈她是用风冷的 但是如果说风冷的话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它拨散 那这米粒如果说没有拨散的话 一般的人他容易做得 比较不容易成功 我们通常放到大板子上 然后这样拨 用丢屋散拨 一直拨散开来 所以最重要的就下一个 拌曲 还有一个那个 像一个大饼一样的那个曲 看起来很特别 对 这个曲很特别 这个是不丹的前总理夫人 送给我的 他们不丹的传统酒曲 它的酒曲很特别 它有一个面 其实是蛮 就像我们平常的 像这样的曲菌 但是它另外一个面呢 它用了像蕨类的这种药草植物 它来做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曲 那各地的曲真的是不一样 它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的 所以酒曲会决定了 那个酒娘做的好不好 对 就是它最主要的酒曲 这个是它的灵魂人物 这个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酒曲 一般来讲我们都自己做酒曲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控制 就是说我这酒酿的这个味道 那每一家的其实麴菌都不一样 那您可以闻闻看 这个麴菌好的麴菌的话 其实它是带有那种就是 除了发酵的这种香气外 还有一点点的淡淡的甜甜的这个香味 所以有些人他就说 哎呀怎么样找到好酒曲啊 我去外面买的时候 我怎么样的挑选 我说第一步的话 先闻 先闻味道 你闻闻看这家的酒曲好不好 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那这个是第一个先觉的条件 那再来就要试做了 因为酒曲的用量是很少的 米的用量多 万一曲不好 就浪费了很多的粮食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 说拌曲也很重要 要拌多少 拌那个量是怎么样抓 拿捏 马上来示范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位来宾 号称酒酿小公主 是你的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宝贝女儿 对不对 从小吃酒酿长大 从小吃长大 长大 果然皮肤很好 对 真的是这样 皮肤非常非常好 这个身材也非常丰满 所以现在妈妈要讲 对 女儿要做 刚刚我们就说先把蒸好的 这个就是圆糯米 你说圆糯米是最好的 对 一定要用圆糯米 然后蒸好了以后呢 从电锅里面倒出来 然后加上干净的水 我们要开始要把它冲水 冲水 要把它冲凉 这个冲水以后 然后要拌散 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 它这样一团一团的 我们要把这个米把它剥散 好 要剥散 那在圆穿里面 当然他们在做的过程 两种 一种就是吹电风扇把它吹凉 对 那一种就是用水把它拌凉 这两个方法其实都是可以 只要你把这个米饭拌开了 让它粒粒分明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把这个水要沥干 好 水太多也不行 OK 这是拌开了 然后就倒在一个容器里面 对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麴的量的掌握对不对 对 那个米家的麴都不一样 买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问 就是说这个麴到底是要用到 多少的米才可以 OK 那为什么要用圆糯米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米 都是可以做的 只不过是用圆糯米 它比较好做 那如果说我们用紫米 来做酒量也很好 因为紫米的营养非常的高 那只是紫米做酒量不好做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你只要加一些圆糯米下去就可以了 OK 刚我看妹妹一直到 所以这个量是怎么样 自由心正吗 还是因为做酒了 就是我今天取好的这个量 我们平常的话就说 您看到的这个酒渠 那圆滚滚的这个圆酒渠 对 它一颗圆酒渠可以做五斤的米 一颗做五斤的米 对 但是我们今天用白 用那个传统的酒渠是五斤的米 如果说我们用红麴酒量的话 就不一样了 红麴酒量的话 它每一家的红麴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买到的试了才知道 所以像你刚刚说 你们自己的这个酒 这样子的话可以做多少 我们自己的渠只能做一斤 又是小麴 很小 对 只能做一斤的 做一斤 所以每一种麴 它的风味都不一样 听说你还到大陆去 对 去深造 为什么 其实我们本来做的方法就是 大陆的家人教我们的 那我们再回来台湾的话 其实已经有稍微改良过了 OK 那要拌到这样就好了 对 拌均匀的就好了 只要它都均匀了 没有就是说 有颜色不均匀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它装在罐子里面 所以做白色的比较困难 因为你不知道你拌匀了没有 对 所以其实 所以要有点经验吗 是的 第一次的话 真的会不知道你拌匀了没有 所以我都教我的学生们 就说您可以 就是说第一次的话就试试看 我加一些红裙下去一起做 那你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手法 那到底拌匀了没有 OK 那我们装的时候不要装得太满 为什么 装得太满 因为它还要发酵 你要有一些空间给它 OK 做好了以后呢 早期的话就是包棉被 包毛巾 这个最早的 最早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现在很方便 我们对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用毛巾 或者是尤其是都是用被子包起来 那我们现在很好 我们有保力笼箱 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然后等到你看到这个酒露 慢慢有酒露浮起来的时候 那大概有个高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它就是做好了 所以像这个也是已经有酒露了 所以通常呢 你觉得两天 两天 就可以了 对 两天就可以了 好 那酒酿呢 不仅可以自己做 而且呢 酒酿还可以做很多很好吃的食物 但怎么吃酒酿最好呢 待会告诉我 酒酿可以暖身 而且我刚刚试吃了一下 真的滋味很好 但是怎么吃效果最好呢 还有冠军菜色 怎么利用酒酿来做呢 待会要告诉大家 不过先来品尝一下 OK 我很少吃过红麴的酒酿 对 红麴酒酿是我创发的 因为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健康 更营养的 而且它补气补远血 对啊 因为红露心 红露心 还有它可以去那个胆固醇吗 像一些坏的胆固醇 比方我们水碗动脉硬化 其实有非常多的福州人 客家人都非常喜欢用这个红麴 那那个 哎哟啊 你不要蛮酷的吃 很好吃 你家是怎么吃 其实这东西小朋友 我觉得也蛮提倡 应该多吃 因为对身体很好 那怎么骗 当早餐也很不错 对 早餐 又方便 如果你叫他这样挖 他可能不愿意 那怎么办 像我都把它打在果汁里面 我试过像你凤梨喔 你打凤梨汁 加点苹果 那你再加一条的这个酒酿下去 或者再加一点这种 所谓卤酸饮料 打起来很好喝 真的啊 那我要试试看 因为我每天都打精力汤当早餐 对 那精力汤其实 加一点酒酿 加一汤匙 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喔 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均质剂 是 它是天然的珍稠剂 所以我们打果汁很容易分离 不是吗 那个渣渣跟水会分离 其实你加一点酒酿下去说 它会均质化 你看起来的色 那个所谓的卖相 色香味的感觉会比较好 我补充一下 我曾经用这个酒酿 用那个薄荷叶 打冰沙 那颜色绿的 红米打碎的时候 而且你不要馋任何什么糖啊 都不必了 一打 哇 那个清凉 而且薄荷的香 非常舒服 哇 这夏天也非常是 非常棒 对对对 来来来 我们的中医师你怎么吃 我们介绍第一道叫做 酒粮煮蛋 对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道 很简单 大家就 我们想要说 因为在我们很多那个病后体虚啊 或贫血虚弱 尤其像我们客家人 有时候在那个女孩子产后啊 命乳量不足的时候 就会用酒粮煮蛋 不会煮有诀窍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酒酿大人 是的 煮酒酿蛋是有诀窍的 以前的话在家里面 其实早期他们都在煮的话 其实就是把酒酿放下去 这样子煮 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酒酿的话 酒煮 它的米会抛掉 抛抛的色色的不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 教大家怎么煮 就是我们水煮滚了 它蛋下去 那蛋看要蛋花或者是荷包蛋 水煮荷包蛋都可以的 等到你都煮好的时候 关火 熄火 再加酒酿 或者是加酒酿再熄火 跟味噌一样 味噌汤也是这样 对 不过我们今天那个双响炮 我们中医好努力 除了那个酒酿蛋 你还带来一个 其实我最喜欢吃这个 因为吃蛋 我觉得胆固醇源比较高 我自己最喜欢吃这个 介绍一个叫做 酒酿桂圓紫米糕 刚才我们 梁老师有提到这暖心嘛 吃着觉得很暖和 我这时候饿的时候觉得当八宝饭来吃 也很营养的 那我们要怎么弄呢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紫黑糯米 它需要泡久一点 然后它泡四到六小时 甚至可以耶 那我们就把它 用这个跟白糯米 就把它在电锅吹 那我们就跟着这些食材呢 龙眼干枸杞红枣的 都来一起来煮 放到对 蒸锅 对 然后加水 然后再加酒 那我们电锅起锅之后 跳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加点这个甜酒娘 甜酒娘 加一些进去 加一点米酒 那气味就很芳香 那我可以请梁老师来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来 再品尝一下 我就等了你 我快点要吃 我这个好吃鬼 那酒娘达人 你是怎么吃的呢 我比较喜欢教大家 这个酒酿的话 炖白木耳 那白木耳的话 其实对女生是非常好的 尤其我们把它炖到 胶子都出来的时候 所以你先把白木耳炖好 对 先把白木耳炖好 就是说酒酿 它在吃酒酿 其实有个诀窍 只要记住了就很简单 所有要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再加 你千万不要先 我先把它准备好了 然后放在那个地方 它会继续发酵 那味道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白木耳炖好了以后 像我这样白木耳炖好 我现在要吃的时候 那我可以放白酒酿下去 所以要吃的时候再放下去 对 要吃的时候 放白酒酿或放红酒酿下去 尤其放红酒酿 颜色很漂亮 拌着一起吃 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再把它拌着 拌着一起吃 而且我的白木耳是不加糖的 OK 完全不加糖 因为你那酒酿刚刚有加糖吗 我吃的挺甜的 没有 没有 所以它是天然的 天然的 它糖化你说那个 糖化酵素 对 它是葡萄糖 所以对我们的脑部是非常好的 很好吃 对 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再养颜一点 然后头发漂亮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黑芝麻糊 对 芝麻糊的话 我也很喜欢早餐吃芝麻糊 对 芝麻糊啊 我们就直接要吃的时候 一定是要吃的时候 我再把酒酿放进来 所以根本不需要再煮了 对 就放进来 然后我搅一搅 而且这样很好是不是 你等于是用酒酿代替你加的糖 对 没有错 因为很多人这些东西一定要加砂糖 加什么果糖 所以这样的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对 而且不用怕就说它的热量高 其实酒酿每100公克才164大卡而已 它的那个热量是很低的 好吃 好吃 因为我对甜点非常挑剔 会让我说甜点这个好吃的 很少 好 你要做一个冠军菜色 这道菜是以前在北京跟几个法国 日本就七八个国家的师傅 做交流的时候 做完 尤其日本师傅 日本的铁人说 梁先生 一本是好吃的 他会有 点外国人的叫好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好 鱼香 白虾 那主要就是用酒酿 酒酿在这个好像料理上用的很多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最主要它提鲜提香 就比如过年快到了 你可以用这个白虾呢 在家里面就把它破一个口 也不用什么剔长 你就破一个口就行了 因为吃的时候呢 一掰开就好吃 所以它 你看它很干净 而且那个鲜味也容易进去 对...好 这些虾子呢 就是做以前洗干净以后 就直接来锅子这边 直接呢 放一点点的油 好 这个油 做虾子呢 最主要因为我们油 这边一点油型吗 油 可以的 油用的很少你就得用方法 怎么样让它热传导得比较快一点 好 好 我们这虾子呢就也不要 就全部进来 OK 我们现在这边再煎它 然后另外一个锅子呢 先不管它 让它... 不用盖锅盖 不用 现在还不用 等它整个锅板热了以后才开始 好 这边呢 另外我们就来做一个sauce 这个就是鱼香 为什么叫鱼香呢 这里面却没有鱼 对啊 但它整个那个酱汁呢 没有鱼却有鱼的香味 是 好 我们让这边的火锅子热了 好 这边我们看这个虾子呢 已经很开心了 已经变身了 变色了 我们就翻 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呢 再煎另外一个 让它更快速的熟 而且不要就是刚好熟的 就好了 不能太过熟 对 我们焯一点水 或者焯酒也行 OK 做葱姜水 一焯起来 一盖 这是葱姜 我看里面还有那个辣椒 泡水 好 好 这边这个锅子热了以后呢 记得一定要锅子热 我们把蒜末 就已经开始有那个闻了 蒜末 还有这个姜末 姜末 那姜末切得好细 它最主要是什么 要有那个香味出来 我们就闻到 而且这个锅子最热的 就闻到这个有香味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下锅的次序很重要 好 首先呢 就是这个辣椒姜 这是川菜 放差不多一匙 对 鱼香通常都是山菜 对 好 又闻到香味了 对不对 这时候香味 我们就把我们的酒娘 这时候就要下酒娘了 酒娘差不多三大匙 OK 三大匙酒娘 好 好 进来 闻到香味了 对不对 好 这辣椒跟这个酒娘香味 都进来的时候 好香喔 我们的番茄酱也进来 让它颜色更漂亮 OK 所以刚刚是辣椒酱 现在是番茄酱 对 好 我们几乎下来以后 我们再掺一点点水 也要一个 一样是冲的水 OK 进来 好 几乎我们就现在快完成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边呢 有这个 切好的面包 切好的面包放在这边 我们把我们的虾子请出来 好 真快 对 很快 所以这道菜在家里面呢 平常我们有的时候 有客人来的时候 有客人来的时候 你可以设置一下 对 非常的漂亮 真的 而且很简单 不难 真的是 其实有时候做菜越简单越好吃 而且你刚刚有没有发现 我用的油其实也不多吧 非常的少 这是我受了你的教育 对不起 没有 是你的天生的那个跟你好 这个虾汁呢 虾的汁一样把它倒进来 不要浪费了 对 好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火起来 然后你再厉害的 而且厨师还是要有一个重点 你要尝一下它的咸甜 尝一下它的味道 他们告诉我说这样 一定是要这样 太好吃了 好 太棒了 我们在这里面勾一点点芡汁 好 也不要勾太多 差不多就行了 所以薄薄的 对 我们就把这个虾汁 好漂亮 而且这个芡汁我放面 下面放了这个大蒜的面包 或者你用什么面包 或者用米饭都可以 而且它非常的香 也不油腻 我看每个人都食指大动了 好 中间有些葱汁辣椒 是再放一下 非常的简单 OK 非常的好 所以待会呢 我们要来尝尝看它的味道 而且我们还要再告诉你 还有一种非常能够帮助我们 温暖升起的食物 是什么呢 待会告诉你 有一个非常暖身 而且可以补血 预防感冒的好食材呢 就是桂圆 又叫做浮圆 现在正是很好的季节 而且今天呢 我们的中医师要教我们 怎么样吃这个桂圆 可以预防记忆力衰退 晚上失眠 很重要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吃这个虾子 因为虾香扑鼻 忍不住了 而且就是下面这个面包呢 如果说还有白饭 现做现吃的时候最很棒 配白饭也很好 嗯 我觉得喔 这个不要吃虾 光吃那个酱 就滋味非常非常的好 香甜 嗯 不过我们就先来讲 这个桂圆嘛 中医怎么看桂圆啊 桂圆呢在我们中医的腥味 就是属于肝温或肝皮 然后它入腥跟皮 是 我们中医都说它补腥皮 益气血 所以它在我们是滋补的圣品 一个平民的一些 养生的一个很好的食材 它可以开脾胃啊 养血安神 那以现代医学来说 发现它对我们的造血机能 血红蛋白 尤其是贫血体制的 真的 是有帮助的 真的是有帮助的 刚刚我们中医师讲到一个 就是它会让你什么 养血安神 养血安神 其实以前在差不多20多年前 我们做生意那时候 比较紧张 紧张的时候不好睡 是 晚上喝一杯桂圆茶 真的是比较好睡 所以你这杯就是桂圆茶吗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用桂圆茶煮了 然后里面再放点 狗枣 红旗 再用这个 一起来 红枣 枸旗 还有这个黄旗 它可以提起 对 提起了以后又安神 所以你心情就比较能够冷静 非常好 用暖身 我是亲身经历的 真的喔 那这个龙眼现在正是季节 对 其实龙眼不一定 就是小颗 比较窄 不要太抢收太快的 它反而会比较甜 我跟你讲 我前几天正在吃龙眼 我发现 非常的香甜 对 非常好吃 但是好像听说 一天不可以吃超过五颗 对 这个 本身龙眼它比较属于 燥热上火一些 你发现很多人 他说吃龙眼多 眼睛眼死掉 口干舌燥 上火一些 因为还是属于 碳水化物 葡萄糖比较多 容易上火 所以有三高的糖尿病 尤其痛风体质的 有时候痛风的时候 那个 在准备要发作 你那时候吃很多 龙眼桂圆的话 就完蛋了 对 罐就肿痛起来了 所以一般来说 吃多容易气质 所以一般来说五到十颗 那如果这个干燥的呢 干燥的话 其实因为现在的干燥 做法是 不是只有晒干 它们有的人会熏 有的人会有炒的 那加速它的干燥 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 它们都一样 第一个 你要看它的干燥度 还有它这个脆度 你在打开的时候 好脆喔 这个脆度 表示它这个干燥够 那有时候你会摇一摇 你会发现有的会动 有的不会动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你看这个会动 这有声音 比较干 对 我的都摇不出声音 对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你知道它不在 因为一般你干燥之后 因为龙眼是一个 糖分蛮高的水果 所以它会出这个糖 你看它这个糖 糖水会出来 对 所以它这个糖蜜比较多 它就会比较容易黏住 所以如果你咬起来会动 表示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糖蜜 就比较干了 它比较干以外 它的这个糖的蜜 可能比较少 那我们要选哪一种呢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甜一点 这个会 要选蜜多一点 对 蜜多 它会黏在里面 可是龙眼干有两种 一种是刚刚那种带壳的 那种可能比较放久 还有一种就是 已经剥下肉的 如果是剥壳的 大家挑选的时候 因为你剥壳已经看到了 所以你要挑选 就是有点像这样子 琥珀色 不要太黑 有一些你会发现 我也是 我买过 有一种就是像琥珀一样的颜色 可是有一种就是 像那个栗青 对 所以你放越久 它会核化 它还是会黑 所以一般 当然有的人是 它的做法上它会熏 它会熏 增加那个烟熏味 它就会比较黑 那当然一般 我觉得建议比较 核的 核色的它比较 表示它的那个 应该说保存时间 比较没那么长 有的人就说 桂圆肉摆太久 也不太好 对不对 不新鲜了 其实也不会 就说像我买回来 放冰箱 可以放的时间更久 通常成年都没问题 真的 成年 那你就让我放心了 但要用的时候记得 还是要洗一下 因为这个桂圆 它有时候晒干的 越好的桂圆 它有时候是晒的 晒的时候 你不要怕糖分会洗掉 洗不掉的 它还是很甜 我试过一次 因为有一次放了 冰箱有三个冰箱 放一个 差不多放了快两年了 我拿了个两年的来炖汤 还特别香 真的 反而还特别香 其实放两年没有问题 就是有一些放了很久的 我心里在想说 还可不可以用 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桂圆不是我们这样吃年 你说在烹饪上 可以怎么用它 一般来讲 它通常炖汤 会比较用得多 因为有广东人 它炖羊肉 或者其实炖牛肉 它都其实可以放一点桂圆 它其实是补气 但我建议 其实在家里面吃桂圆 我鼓励大家 真的就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煮一大锅 桂圆茶 那你是怎么吃桂圆 其实一般桂圆比较简单 如果像天气变凉了 其实一般我就讲 我用桂圆红枣煮姜茶 用一点黑糖 用一点姜片 桂圆红枣姜茶 其实尤其小孩子 你发现气候一变 它是这样 流鼻涕 或有点流鼻涕 可是可能它就 可是它就是在排寒 对 它所谓的呼吸系统 就会感觉很明显 那个当下就赶快冲 直接冲好了 用冲的就可以了 更方便 对更方便 你就冲了或者焖烧罐 给它焖一下 带去学校 放焖烧罐里面 或带到工作的地方 今天就把它喝个一杯 那就越来越出味 对 越来越出味 你会发现你身体越来越暖 这个流鼻涕就慢慢就好了 是啊 那我们的那个 酒酿达人 你对这个桂园也有兴趣吗 我很喜欢桂园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喝茶 不论是我们台湾的茶 或者是花茶 其实我都很喜欢 那我会在茶里面 加一些桂园 好像我把那个贵妃乌龙茶 然后里面 加了一些桂园在里面 但是有的时候 我还喜欢加酒酿下去 真的啊 对 还可以加酒酿 还可以加酒酿下去 我就喜欢这样把它加进去 然后嚼一嚼 尤其是在有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 那我会用这样来补充体力的 不过最好的是我们的中医师 你有一招很棒的吃法 对不对 的确我们在天气冷的时候 很多长辈啊 影法族 或是更年期前后的妇女 他这种虚寒性的睡眠障碍 他就会手脚冰冷啊 然后就会浅眠啊 然后这个容易睡眠中断 那我们介绍一道就是说 党生增桂园 对 蛮好的 党生增桂园 他可以增气血 安心神 那很简单 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桂园 它是补血的 那我们党生是补气的 所以我们就是党生呢 跟桂园 我们就给它在电锅 给它蒸煮一下 在晚餐之后啊 那给它蒸煮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煮成这个样 然后把水沥干 那我们一般呢 就用这个来直接来吃 就是 不要喝那个水 不用的 我们就直接吃这个龙眼肉一样 真的 那吃看看喔 口感是很好 是不是 对不起 我们梁老师 龚老师来分享一下 这样龙眼干的品尝 吃龙眼干 吃龙眼干 不是吃那个 其实党生也可以吃啊 也可以吃党生 党生是我们中药一个很好的 很平补的一个补气的药品 那比人参比较不会燥热 我觉得加了龙眼以后 党生也有甜味啊 是啊 所以就是利用我们党生里面 多糖体胺基酸 然后利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龙眼干里面的这种 钙铁铁铭的一些矿物质 给我们的一些造血机能 给我们脑部的循环 葡萄糖的提供 都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量有没有 就是说党生和那个桂圆 就比方说1比1 或者是龙眼干多一点 桂圆多一点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 还是帮助我们 一些晚上睡不太好 虚寒体质 脑部的血 血氧供应是个有帮助的 很多 血氧血氧好 你就发现他睡的品质特别好 而且吃一段时间呢 气色会改变 然后胃口会变好 比较帮 对我们的一些消化不良 都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气色会变好 我比较喜欢 可是消化会变好 胃口变好可能不太好 来 那你要教我们做一道 就是说桂圆也可以入料理 对 今天我来示范一个这个 比较改良式这种 日本的店煮的料理 我们把很多食蔬 用这个桂圆干去把它入菜 把它做一个店煮的食蔬 听起来就很好吃 赶快来看 我们一般呢 桂圆都当鲜果吃 或者是当甜点吃 很少说把它拿入菜 对 所以怎么做 这个汤底很简单 一般我都会利用这个干香菇 对 我们这个干香菇 是 也有那个香气 那我们洗干净以后泡温水 那这个就是当香菇水 好 那这个就是它的 我们当它的汤底会更好 所以一般我会用两碗 我们有的香菇 大概三到五朵 这样就两碗 对 两碗水 那再来一个半碗的这个酱油 那另外一般我会加一点这个 就是味苓 一般店主不用糖 我们用味苓 那其实味苓 里面也有点酒 跟酒酿 也是很合的 其实这个是 发酵的过程的差别 其他都是用米去发酵的 所以一般我们只搭两大匙 那如果你没有味苓 对不对 我们今天刚好有酒酿 你就把酒酿这个汁 加上去 也可以 而且会更香 香气 好 那这个汤底里面 我会加一点点这个昆布 我们可以买厚一点的昆布 那我就用大概两片干的昆布 这上面大家不要以为是脏的 这其实是它的干露 干露醇 对 这个是一种那个多糖 我们可以大概两片 把它一起去熬这个汤底 对 那另外我会用一点这个葱 大两个葱一起把它下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盖锅 OK 对 好 盖锅 好 那我们就可以去熬这个汤底 那等于滚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加这个桂圆 OK 那店主当然就看你现在的食书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桂圆店主食书 就是你看你现在有什么 对 像有玉米 那我们就切几个玉米 等一下等它滚的汤底 那再来一个像白萝卜 店主这个都是 所以我们这个做好 你可以放在冰箱 可以 什么 随时要吃就可以吃 很方便 对 那我们就把它切 差不多 差不多同等的块状 这样它熟的话会比较长 比较容易同时间熟 对 同时间熟 所以我们大概一根的玉米 大概半根 好 半根的红萝卜 跟半根的白萝卜 好 对 那你看这个季节 如果你还有什么的 比较根筋类 像角白笋啊 竹笋啊 这类比较耐的 或者是马林齿 对 都可以 那再来呢 我会加一点这个 我们讲的平民的人参 对… 我们已经切好的这个牛棒 所以等下我们火会滚起来 对 好 好 滚了 那我们就把桂圆 放下去 先放下去 OK 这个你看这个锅底已经好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喔 我们是一滴油都没有加 对 那我们这个大概是 先把 一根的这个牛棒 给它下去熬 对 其实牛棒煎熬 也会比较香 是 它也要熬比较久的时间 对 好 这样之后 我们就把其他的这个 切好的食材 把它陆续放进去 所以这个比较懒人料理 大家都会做 因为这些食材 都是蛮耐煮的 是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一起 给它盖锅给它滚一下 就好了 对 其实这样只要滚熟 有没有 就像这样 就一锅就起来了 对 就已经好 那你放冷了 放在冰箱 你拿出来吃 夏天我们就吃冷的 冬天我们就吃热的 我们待会儿呢 就要来品尝一下 这道店主料理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再告诉大家 另外一种 可以帮助我们 暖身的食材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的好处喔 还可以帮我们浆雪汤 浆雪脂 是什么东西 待会儿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暖身食材呢 它也是一种香料 而且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 新陈代谢 尤其对降血脂 血糖效果 非常的明显 这是经过很多的实验 已经证明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怎么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更健康 不过我们还是来先吃吃 刚刚王明勇老师的店主 桂圆店主食素 那一般它汤汁会收比较少 有点像卤味这样子 这如果热的吃一定很好吃 对 而且还有那种胶脂啊你看 我觉得冷冷的也很香甜 其实这个胶脂就是 我没有勾芡 我是用昆布 那因为你有点胶脂 它的酱汁比较容易沾到食物上面 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学起来 就是吃桂圆的另外一个好方法 那接下来呢 这个肉桂啊 也是一个好东西 对不对 最近也很流行 特别是很多人在这个 喝咖啡的时候 喜欢加点 其实肉桂我用比较多 用在哪里 大家可能会想不到 其实我是用在咖哩里里面 哦 像你煮咖哩 很多人都是买咖哩块 那其实咖哩块它都调好 其实味道其实不 对我们喜欢吃香料的人 我觉得那个味道不够重 所以如果有人在 自己会煮咖哩的话 你只要一小匙 在你的咖哩酱 或咖哩粉里面 一起煮的时候 那个会画龙点睛 那个味道马上就提升了 而且那一小匙 还可以帮助你降脂肪 对 我们还没有讲它的功效 就是说光那个香味 你会发现那个 你的咖哩就跟别人煮的 就是不一样 就不一样 对 那那个我们中医怎么看 那个肉桂 我们有中医 有肉桂跟桂枝的差别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家族 就说本事同根生 就是同一个家族的 可是他们的药用部位也不一样 一个是属于树皮 树根的部分 一个是属于嫩脂的部分 所以它在我们中医的这种 属于性胃啊 入筋啊 还有临床应用 是不太一样的 假如中医师开桂枝给你呢 它基本上是属于 它是希望取它的这种 温精通脉 发汗解肌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属于说寒性感冒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感冒的时候 对 有时候很怕冷啊 头痛 身体疼痛啊 属于这种属于要透过 发汗 扩张血管的部分 那肉桂呢 那中医的主要目的 不是借由发汗 中医叫做补肾温阳 主治这属于肾阳虚衰的 下缘寒冷的 比如哪一些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久坐久站啊 冷气房 很多是腰漆冷痛 还有虚寒腹痛 包含这个虚寒性的筋痛 这都是相关的 所以它是不太一样的 肉桂啊 是可以补 阳中之阳 就阳中之阳 对 所以对很多男生 听到这样子就好 武圣阳就很开心 对 其实不是只有中医在用 你看其实西方人吃肉桂 也吃很多 除了刚才陈姐讲 你都泡咖啡以外 是 其实入甜点也很多 西方人最常就用在甜点 那因为美国他们农业部研究 为什么要入甜点 因为他发现你只要一天吃 大概四分之一到一茶匙 这么一点点的肉桂粉 它就可以加速你的那个糖类 现代性 大概十几二十倍 对 它也有降血糖的功效 对 所以你看外国人那个 你知道西式那种甜点 都很恐怖啊 高糖高油 吃起来很甜 那如果它用一点肉桂 像苹果派加一点肉桂 也可以达到 美味跟这个营养的 这个平衡的作用 你前面也就有一个啊 可以加肉桂的 对 我甜点 我们小朋友最喜欢吃 就是肉桂卷嘛 是 那你看这种肉桂卷 你会发现 哇 其实你看它有点糖霜 如果它没有肉桂多一点的话 你发现你吃这个 你会觉得一定负担很重 血糖一定会飙高 那如果加肉桂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血糖飙高的状况 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酒酿达人 有吃过肉桂吗 有 我小说也是 非常喜欢吃肉桂 哦 真的啊 那其实肉桂真的 那个香气非常的好 那其实呢 我都怎么吃呢 我还是喜欢加在酒酿里面 真的 对 因为我太爱吃酒酿了 酒酿四加 对 你知道我 平常的话有时候我会把它 因为酒酿直接吃很好吃 可是有时候觉得太甜了 那我就把它加在那个 温开水里面 OK 想要让心情好一点 漂亮一点的话 我是红白酒酿一起加 它的颜色就会很漂亮 马上就有一个玫瑰花的颜色 对 玫瑰花的颜色出来 那我会用肉桂棒 然后把它这样搅一搅 一方面心情也很好 然后再来肉桂的香气 也会进到里面 其实这个肉桂啊 他们研究 就是第二型糖尿病 就吃出来的那个糖尿病 它的是可以 减少它的胰岛性的抗促 可以降它的血糖 效果非常好 这个每天吃一克到六克 都有效果 这已经是经过好多实验的证明 不过我们的美食达人 那你是怎么吃肉桂 我们小时候呢 是 常常卖那个 干嘛店小店 常常卖一包 大概两毛钱 一根一根的那个 大概是树根的那种东西 对 用糖水肉桂撒上去 然后就小孩子嚼嚼 吸到没有味道 小孩子喜欢那个甜香味 而这样子可能唤起了非常 我童年龄对肉桂的认识 其实我跟你讲 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呢 为了环保 就很多人鼓吹 那个当地的原住民啊 就把那个很多檳榔树 那种浅根的植物砍掉 然后换成这个肉桂 对 那个肉桂呢 就可以拿来泡茶 而且那个里叶的肉桂 是有甜味 对 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茶叶的 也可以来炖肉 那我今天呢 也要示范一道 可以对我们的身体 非常好的一个暖身的饮料 而且呢 还可以帮我们降血脂 降血糖 我用的是可可粉 跟咖啡有点类似 但是可可粉 它有肋黄酮 它可以 就是说可以促进 我们末梢血管的扩张 所以对保护心血管 是非常有好处的 然后呢 还有亚麻人子 非常好的 对我们的心血管 也是有帮助的 那再加上呢 我们刚讲这个肉桂 可以帮我们降血脂 可可还可以帮我们降坏的胆固醇 这个是可以帮我们降血糖 然后整个打在一起呢 待会大家喝喝看 是很有咖啡香的健康咖啡 所以他可以对不喜欢喝咖啡 或者喝了咖啡睡不着的人 他的一种代替力 其他的好处呢 就是他可以促进吸血管 健康 可以减少你的糖尿病 对 好 而且可可跟肉桂的味道 其实也蛮match 非常搭 搭在一起啊 特别香 我order大杯 今天也没有大杯给你喝 喝咖啡我们都是小杯 而且这杯你看有可可喝的 可能心情 情绪上也比较愉悦 对啊 我们再加一点黑糖 也有一点温热中的效果 然后加热水 这样的话其实对有一些人 真的很 我发现有一些人 还是对肉桂的味道 排气 排气 对 有点排气 你这样把它调整一下 其实可能在口感上 也更能不能接受 试试看 看起来就很棒 味道已经飘到我最远这边来了 真的哦 真的好香哦 来 大家品尝看一看 喝下来这个 哎呦 不仅那个身心暖 我看 不仅身暖 心也暖 对对 心暖 暖心最重要 所以我们介绍的 都是暖身暖心的一些食物 我先喝了 这样喝下去真的肉桂味道很低了 几乎感觉不到肉桂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溶辣的味道 对对对 喝起来呢 嗯 很舒服 再加一点 你想要比较更多一点的肉桂 对 其实那个甜味是非常赞的 对 然后亚麻人籽的那个 完全就融在里面 它亚麻人籽也是有一种生的味道 其实这样也刚好把它揉合 其实啊 就是说很多爱好美食人 可能跟我一样 就东西要重油一点 可能吃的负担一点 就常常看这种健康节目 那样子会好吃吗 喝得下去吗 是 但我今天要跟观众朋友证明一点 我们阿勇刚刚做的这个真的好吃 而且这个也好喝 我真的不能大杯吗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对 天气渐渐变凉了以后呢 我觉得就是温热身体 真的很重要 那我发现呢 今天我们梁老师讲得好 我们用各种的美食 来调整我们的体质 预防疾病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天底下 最好的事情 而且很快乐 对啊 就是暖身又暖心 所以我们说疾病不发生 就是最好的治疗 对... 预防剩余治疗嘛 重点是大家要多看这个节目 对 重点是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 然后吃真的食物 好的食物 全食物 然后让它美味的吃 好 谢谢大家 帶来很好资讯的分享 谢谢... 咱杯 我今天喝完了